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 21世纪的三大顶级破防 第一刀大火下的无能为力 2024年1月 贵阳一小区因为有人放烟花 导致大哥家里失火 短短几分钟 大火就蔓延了整个屋子 大哥的母亲没能及时逃生 被浓烟活活呛死 而这一悲剧原本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发生火灾时 大哥已经第一时间跑到楼道 找到了消防栓 可消防栓却被钉子完全封死 大哥强行打开后 发现灭火器的水龙头和水管 根本接不上 这一刻大哥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生命的模式 自己却无能为力 我第一时间用这个 跟消火酸的水龙头 什么接都接不上去 没法接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验射通过的这个小板 就像老花弯不到晚上 我已经无力承担 第二刀 我真的好爱你 男孩女孩本是恩爱的小情侣 跟普通的小情侣一样 每天腻在一起 可突然有一天女孩对男孩说 我可能要死了 随后又改口说是骗她 女孩问男孩 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 男孩还开玩笑说 那我就立马找个新的女朋友 把你忘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女孩就消失了 男孩问起来 他就说想家了回去看看 这期间 两人还开着暧昧的玩笑 可万万没想到 几天过后 女孩突然将原本十万的财力 提到了二十万 男孩找亲戚借了一圈 直接到十六万 给女孩转过去 可前转过去了 女孩却迟迟不肯回家 意识到不对劲的男孩 开始到处打听女孩的消息 并在朋友口中得知 女孩得了癌症 可女孩还骗她说自己在家 被男孩拆穿了 还说自己没钱还她了 等男孩来到医院 看到虚弱的女孩 顿时心疼不已 于是男孩每天下班后 都来医院照顾她 还从同事那又借来的期望看 给女孩看病 两人原本打算八月份结婚 可女孩非要男孩先求婚 才能答应她 还要把求婚的日子 定在十月十二日这天 因为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可最终女孩 没能懂得这一天 就在八月份的某一天 女孩永远地离开了男孩 而在十月十二日这天 男孩收到了女孩生前的留言 你说过 今天你要向我求婚的 但是我可能等不到了 你给我的那些钱都在卡里 这些钱 都是你心情不断来娶我的 我怎么舍得拿来给我看病 之所以找你拿这些钱 是因为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抛弃 为了避免在我走后 变成一个穷光蛋 所以这一天 就算是躺在我这里把握了 我 我好想你啊 你会不会 很快就忘记吧 会不会 很快 找一个新女朋友啊 那也不能找给我好看 就算找个比方好 那她煮这段面 一定不能比我煮的好吃 我说都说 死亡不是终点 遗忘才是 那你们慢一点忘了我吗 慢一点 我真的 好爱好爱 就像老花玩不到晚霞 我已经无力撑架 第三道 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一个网友说 那天在急诊 来了一个坠楼受伤的孩子 当时很生气 想着家长是怎么看管的 却没想到 孩子是给妈妈 拿哮喘样 一不小心掉下去 而妈妈 也因为没有吃上药离食 并且哮喘发作 不会马上一时 母亲眼睁睁看着孩子坠楼 同时清醒地感受到 自己生命也在一点点消失 而爸爸当时还在外地跑大货车 隔天才来认领尸体 才29岁的他 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一片 或许他幻想着回家 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 想着跑完这单 多赚点钱 今年一定能过个好年 可以后他都只有一个人 在这普通的一天 一个男人失去了他的所有 就像老花弯不大晚霞 我已经努力挣扎